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脈無傷人,我是主持雪玲 尤馬爾,毛鞋,鏡花先生,贏者 還有一些嘉賓,不過待會自己出現的時候知道嗎? 因為今天都比較多人 其實慣性呢,相信大家出界都會看到,每個人都低著頭 就算現在各位主持站在這裡,全部都是低著頭,我發覺都不在錄音 我看iPad的文件,大哥 這次我覺得是應該拿正牌去吧 我們根本就是講這一樣東西,邊玩邊講都很棒 但剛才在錄音很多集的時候,每個人都低著頭,不知道在做什麼 一心二用是很正常的 所以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低頭做 就是講這個Apps Game 因為Apps Game本身的題目都大 其實我們最主要會講這個日系的課金遊戲那個類型 因為其實它的種類都很多,所以都未必能夠一集裡面可以講完所有東西 我們可能之後,稍後日後有機會的話,再講完其他地區的生態 主要應該是日本現在流行的所謂社群遊戲 可以這麼說的,Apps Game其實只不過是將一個遊戲歷史的進程 他只是用了大概四至五年時間,他就演化了一次 我相信大家都有手來電話或智能電話 大部份都有,至少九成人都有 雖然我見識過都有,不少人是沒有的 那那些anyway算吧,原始人的東西不要管了 你說我個人現在? 證明你在碧九之前都是原始人 沒錯,我才聲明,我純粹電話是不應該拿來打機 沒有讓我之後見到你玩任何貨的遊戲 不是喔,任天堂的人說的那些話之後,就要任天堂的人說 哇,插水,我想說 通常都是的,很喜歡自己說完之後,自己打自己咀 首先大家都知道,Apps Game 當然是由Apple Store那時興起 就開始有越來越多這個所謂的App系的遊戲 其實App系的遊戲,早期只不過是 就是將Fest Game搬上去,變成手來電話裡面 可以玩到的遊戲 或者是網頁遊戲 對,類似這類型的遊戲去做出來的 那當然你說,如果你有玩Fest Game 你會覺得,神經病,在電腦裡還打不夠 還要在電話裡打 尤其一開始就等於一隻遊戲 你沒有特別加了什麼特別供人生的用力 就是Touch Screen 但是問題是你用滑鼠做的,也有Touch Screen 那當然啦,其實那些遊戲 那時候都已經開始說,0.99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數字 為什麼開始會出現這個數字呢? 可能大家都知道 不過我都說給一些未知的聽眾聽 其實你在外國買一杯咖啡的價錢 都少於0.99 其實大概1美金左右,1-2美金左右 但是呢,如果一隻遊戲便宜過你買一杯咖啡 是不是會令到你7000人覺得 其實都不是很貴的 這樣,拼著這個心態 然後導致多些人可以買自己的遊戲 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當時其實早期那時候 不是0.99的公家 但阿拉利,Apple Stone 即蘋果主導 即阿媽的提倡 說 你們做遊戲遊戲要便宜一點 所以通常Apple Stone 是鼓勵你們0.99的公家 或者這樣說,因為本身要分享,設定這個價錢是有自己的商業計算的,不過那個就不作細表了 當然,有得要付錢的,固然當然有些不用付錢的 通常這類型的作品就是一些比較小的作品,或者是一些試水溫型的作品 讓大家去試試看市場反應,究竟是否可以 出現了很多東西,大家都知道在iPhone性行的期間,佔有率越來越高 當然越來越多人就會去下載不同類型的遊戲去玩 最吸引我的反而是一些復刻的遊戲,例如舊遊戲 浪費了,罐水而已 現在最厲害的這類型的作品的公司是什麼? CAPCOM CAPSQUARE 我以為CAPCOM 你夠膽挑戰SQUARE的灌水地位? 你實在太看笑他了 他的範疇都灌水了 各集Final Final Fantasy出到完 什麼都沒有 這個模式開始,當然 度高一尺就摩高一尺 有些人說 很多人在購買0.99的期間 給了0.99買一隻遊戲 說我頂你的廢 玩什麼整隻遊戲 冷靜點 就好像是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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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上 我感覺上 我態度很真實 很多人覺得 買了一隻遊戲 完全不知所謂 連0.99都不值 越來越多 當然有很多 這些所謂的新聞 就是說 遊戲是賣1.99 或2.99 好像 給你看到的鏡頭 很漂亮很漂亮 但這隻遊戲 完全是另一回事 只有那些東西 整個遊戲就是只有那些東西 或者是根本上 在介紹那裏 是誤道理的 可以說是 所以很多人就說 哇 給錢了 博不高 想先試一下 當然其實這個是一個 很惡性的心態來的 你試一下 你試完之後 你是不是會給錢呢 我相信10個 有9.9個 我都不會的 當然很多所謂的 叫做 裂了的遊戲 一些原本要給錢的遊戲 就變成不用給錢 那其實這個遊戲 進程究竟是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 當年 我們90年代說的 翻版 OK 不過叫做 當年翻版 你還要給20元 現在那些人在電話 20元我都想省錢 或者那些PSP開新版 類似那類 都裂了 現在連裂都不用裂了 大佬 那就再買下去了 Android那些 說完 iPhone也有 當然你說 模式出現了兩種 就是收費和不收費 當然 人們就覺得 既然你們這些人 都是Crack 不如說 我不用錢 問題是他做不做到 不用錢 那他總會 不用錢 賺回其他 不用錢 只是下載遊戲 所以 最初 Android就是用插廣告 問題 人們不看廣告 不按廣告 那裏面要收IAP 對 另外就是 就像剛才有馬所說 就是收取廣告費用 就說 你不解鎖這個 付錢版 你就會見到很多 投入的廣告 那些 那些 我當時有一個 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 總會放一些 很容易按到的地方 阻礙玩遊戲 那就是令你覺得 好煩啊 但你又覺得 這遊戲又OK 旁邊總會有一個 總會在不同的界面 都會出現 就是 你要不要解鎖這個 完全版 絕對沒有廣告 有些 有些無良一點 其實還會有 因為 你要明白 就是當年 其實這類型遊戲 那個廣告的系統 即是你播這個廣告的系統 它是簽了東西的 其實 它或多或少 它怎樣都要顯示 不過最多 不在Main Interface 上 都會耍你一鍋 即是小一點 即是小一點 最多 即是小一點 不投入那麼多 好嗎 那當然 其實你說 始終就是說 Apps的市場 就說 越來越多人分這塊餅 其實由開始有人說 嘩 去做一隻遊戲 幾萬 甚至幾十萬 download rate 都 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簡單來說 你放一塊屎 上去 分分鐘都有二十幾萬 download rate 記住是當年現在沒有的 那 建基於當年就是 Apps 越來越多人懂得去寫 而且就是 你又會寫 我又會寫 你又放上去 我又放上去 當年說的就是 可能一隻Game 我今天放上去 在一個月裡面 我都還可以定義這隻為新Game 但到到好像說 去到3Game的年代 兩個星期 就已經當你這隻不是新Game 到現在 你放三天之後 你這隻已經不是新Game 你會見到 尤其是Apple Stone 有排行榜 新Game 拆得很快 很快變舊 沒有人看到你的鏡頭 當然 庫庫模式 其實都有改變 我們今天最主要都是 說一些 類似課金遊戲 之前 剛才都說過 解錄完全版 是其中一種 另一種 就是 我這隻Game 真的免費 但是 有些東西 正常途徑 你拿不到 但是你給錢 你就拿到 會不會是 例如說 Luppus 或 解釋 所謂的 MMO Online Game 就是雙城模式 就是將一些 道具 或者一些 很強力 很幫助你 令到你整隻Game 很容易上手的道具 就拿了 放在那裏 給你買 大家都要明白 雖然是打機 但是很多時候 手機的用戶 其實他不是一個Gamer 通常都是Hardcore 他甚至不是Gamer 但是他又說 這隻Game很難玩 但是 有一件道具 又0.99 又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又好像 很值得玩 既然說 這隻Game也不用錢 可能 因為這樣 一時的衝動 就不斷按下去 就買了那件東西 是不是真的不小心 不是 這個設計神 他擺放一些 很容易按的地方 因為 這個Case 就衍生了 之後Apple 還有Google Play 即Android的市場 其實都有一個 所謂的 退款機制 退款機制 當然層出不窮 我買了那件東西 外國就是7天的 退款機制 我7天內 知道這件東西 不適合 我就可以退款回去 澳洲也是這樣 當時還有些人 串嘴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宗新聞 就是說 不關我事 我隻貓都按 關我什麼事 他按了Bi 他按了那個按鈕 我幫不到他 結果這個個案成績中 他最後是咬得進去 最後是咬得進去 他最後是咬得進去 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 只要你真的不想給 其實 他都可以退款給你的 當然某些類型不可以退款 當然你不可以說 我買一萬個金幣 然後我花了 只剩下一個金幣 其實我 那隻貓都按了 那隻貓都按了 不關我事 不是我想殺 我隻貓都按了那隻 有條款 那些條款我就不在這裏說 另外一種就是解錄完全版 另外一種就是 叫做當時0.99的延伸模式 先試玩 玩完三版之後 或者四版之後 就說 你要再玩下去 你就要解錄完全版 這種就是另一種模式 或者玩裡面 就是玩一個地圖 你去到二三個地圖 就要逐個逐個買 其實在這個 都不算長 也不算短的 Apps的歷史裡面 當然 大家會看到 很多人賺到很多錢 突然間公司 就不知為何 股價就 很快 更快 那樣 當然 其實很多 其實有 一個人成功 下面就 嘻嘻 那麽多的 失敗 所以其實你說 很多遊戲 其實 都有認你失敗 其實 不過你叫做 沒有選手段 就像你開發一隻平台遊戲 那麽怪 一碎了這隻遊戲 那間公司便可以接到 這個程度 那麽 另外 其實你說這類遊戲 我們剛才就說 集中說回這個 日系 那日系最主要是 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幾類型模式 而 他們開頭 其實集中於 都是在 Dmini Game 我忘了有幾間公司 其實開始 像這個日本手機遊戲 其實最主要是 可能玩一些 按下左按下右 接下龍 吃下鬼 玩一下保世方快 這些類型的遊戲 那麽像以前的 那麽任天堂 一百合一的盒帶 那麽 其實模式是差不多的 那麽它裡面 當然都有 剛才所說的 廣告 給錢 可以有少少 character的改變 或者interface的改變 其實我最不理解 就是 我玩遊戲而已 interface改變 有什麽不同 有什麽分別呢 其實是沒有分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要買 你不明白的了 那麽樣子很漂亮 那麽就行了 是啊 不過日本的智能 日本的智能 日本的智能 不是用來的智能 就是以前的智能 手機都很厲害 其實基本上 那些廠商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以前的智能 手機玩開的遊戲 把智能放在智能上 整個智能上 整個Apps 這樣包了去 那麽也沒有大改變 那麽當然 這個 我略略這樣說 因爲不可以說太多 這類型的遊戲 通常成功的遊戲 通常 它維持 我叫做你 開智能 暫時玩完 無論你有體力也好 什麼都好 你暫時休息的時間 R1都是5至10分鐘 它這個其實可以說 是其中一個高等方法 來的 通常現在已經押到5分鐘以內 因為不是的話 大家知道 如果Person & Dragon 要你玩15分鐘 你還在上班 你老闆應該是解僱了你了 而且你明白就是 不要緊 阿門老闆一起玩 不可以 而且你 你想想其實都頗高張 其實 大家 去過廁所 去過廁所 有嗎? 正正說了這件事 你以前是這樣的 大質 5至10分鐘 很合理 小質 小你也來 你有沒有那麼忙 小你就不要亂來 小質你不覺得 那你進去 測試一下體力 都需要 吧? 就是 去過小 再倒杯水 再拉開 其實時間 差不多的啦 你跟他說 廁所收不到 不好意思 那這個是你閣下的 快轉工 你現在廁所收不到 你的廁所沒有WiFi 不是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 鏡花說的 日本遊戲 以前 舊式他攜帶的電話 你知道日本上台 有很多服務 其中一個就是遊戲 遊戲不同 現在 類似是要逐個月付錢的 就是 即是一個Package 對 那補充完了 OK 是的 那 當然你說 五至十五分鐘 五至十五分鐘 這個Govern Formula 其實都是很延續 在我們之後 日後很多 比較成功的遊戲裏面 那好了 那我們直接說回 日系 一開始 其實 所謂的火金遊戲 嗯 嗯 一開始比較 都是網頁式的 即是 簡直是 把網頁 放在APP上 由APP上 開過網頁 然後就去玩 我覺得這件事很噁心 它又要擺 又要像 這件事 正正正像 好像 夜人士所說的一件事 應該要擺 擺 其實 大家都知道初期 我不知道二支還是三支 其實就算是三支 可能那個 因為始終你擺過圖量 但是你每一轉一頁 你都擺過了所有的圖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擺死圖 甚至是擺錯位 不用的 你用舊把的Facebook Ad 就可以啦 它就是用網頁式嗎 是的 其實為什麼會有網頁式? 因為日本手機上網就是平時這樣做 他以前還未有Apps的時候 玩過手機遊戲就是上網的 用網頁版這樣 他變成日本那裡住不到這東西的時候 就直接玩回網頁版就是這樣 其實你說如果東南亞地區裡面 講課金 即是付費遊戲這方面 其實日本也能夠先走 因為他本身最主要就是在未有智能手機的時候 他自己本土已經有一個系統 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遊戲在裡面 其實這個發展其實他們都算是比較久 雖然我不敢說比較成熟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有些都真的很糟 當然你說開始的 我自己就很少玩這個遊戲 那大家其實 問問一下大家 最初接觸這類人免費的 但裡面有 要付錢元素的遊戲是哪一隻? Apps Apps 沒錯 不是Angry Bird嗎? Angry Bird 你給0.99買的老闆 不算 又有7.99版本 你有沒有興趣 好像兩隻都沒有賣 我記得是不知什麼 有個免費期限才下載 OK 即是那些限時免費的 第一隻我就忘記了 但應該最印的深刻就是白馬亞塞王 我也是 我想說我也是白馬亞塞王 我也是白馬亞塞王 就是因為你們 我智能手機買了一年多的 那時候就適合亞塞王 對 那時候就是抗散性MA 對 抗散性MA 通常簡稱 其實你說 而是發展到大家認識這類型的遊戲的模式 其實是很膚淺的 整件事是很膚淺的 告訴你 有美女有好畫師 然後是聲優 聲優 騙你 其實他說的機制就是什麼 美女和可脫 遊戲界設計有個笑話 美國那邊是 有個年輕人拿一份原稿給公司看 公司看完 挺好的 但問題是 封面的女生跟遊戲無關 然後有人說 沒有啊 那麼吸引一下你們 那這件事是很正常的策略 其實 我都不能夠否認 喂大哥 你看一下現在的放音遊戲 一定是往那些美女做封面 其實這種模式 我不敢質疑 美女和可脫是有錯的 我覺得 我絕對不質疑這件事是有錯的 但是叫做 他很多時候就說 其實這種遊戲 其實是對他自己本身的設計 其實是有害 那麼 對應是什麼呢 很簡單 一隻 online game 我講的是電腦 又好玩的online game 它有雙城系統 通常最終就是 你買回來的東西 比你打BOSS的東西 而你買回來的東西 那隻BOSS是讓你當小孩子這樣玩的 就是完全是破壞遊戲平衡那種 那其實 那其實 現時課金遊戲 其實大部分 其實都是走向這個崩潰機制的 就是說 我不管的 總之那些女兒漂亮就可以了 你要明白 我會形容就是 這間 跟一間企圈是沒有分別的 你錯了 有兒子的 是鴨店來的 SORRY 蕭娜抱 它是一站式服務的夜店 OK 又或者這麼說 我覺得 算是各有追求 我不能理會任何課金的遊戲 例如說我只是課金買一些額外的遊戲 那 有些人可能去買它的使用性 可能是那張卡的使用性 也有些可能你所說是 美不美女 美不美仔 但其實老實說 這些審美的東西很正常 難道我告訴你 我一百張卡有不同的 那是全部大眾面 那你會玩 所以我不是說沒有錯 當然我 全部大眾面就很過範 但是 好像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Constant MA 其實它最主要都是賣畫師 賣那些人 其實你會覺得那些是非常之有提 全部作畫都是有提 你就算說它有另一隻 就好像一隻叫 靈異陰陽鹿 這類型 它都是所謂 所謂都是說 以 將卡的圖片為主 而去 其實 能力 大家都知道 其實 能力的東西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可言 其實就 數值上的東西 因為其實 你要明白就是 講講抗散性阿濕王 這個例子 其實它都算 跑月沒有跑得很近的 它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 event 我經常都這樣想 當年我做兩個遊戲 都是想過一件事 就是 你老闆經常都跟我說 每個月都要賣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 每個月都要賣 不是每個月都有節日的 大哥 很難搞的 那 在抗散性裡面 它就搞了很多 難道是古靈精怪的 我都不知道 有些這樣的節 或者它裡面 三胸八 就做一個節出來 OK 沒問題 OK 你贏吧 這東西固然 各個季節 各種cost over 總之它想得出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的 而 它那一張圖 是決定一切的 就是 很多時候 這個都是 在我的朋友 因為他都玩得很密 很密 他是付錢 笑錢 笑得很厲害 我每次跟他出街 我都問他 這個星期有什麼 但是我完全沒有玩 純粹叫做 禮節式去問一下 就是敷衍他 禮節式去問一下 然後他說 這個星期 有這個Event 然後他說 多不多人玩 他說 為什麼 張圖不漂亮 他就說 能力是厲害的 但是張圖不漂亮 等下一個 這個Event 其實還有問題 要是他每個禮拜都出 每個禮拜都出 每個禮拜都厲害 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朋友 可能是一些 可能是重過金換街 其實他會不介意 一些普通人的話 我會覺得 張卡勁很重要 即是你在夜店消費開 那你就不介意 我用那個模式 我也是這樣跟他解釋 即是你不在夜店消費得多 那突然之間 消費開的人跟你說 我有一條美女在裡面 你怎麼都不夠衝 要下去看一看 怎麼狗衝 我知道是很粗俗 但是整件事很合理 但如果我理解裡面 就是如果活動出得這麼密 那它很氾濫 有很多很厲害的東西 那你都不爭在 一隻厲害的東西 或者一堆厲害的東西 那其實這件事 就是剛才我說的 課金遊戲 其實呢 如果間接來說 在一個設計來說 它是近乎一種叫作敗系統 不過要付錢的作敗系統 因為為什麼 就是你本身這些道具 不是從你遊戲正圖方式去得到的 你是靠額外 叫做官方提供 但是你要付錢的方式 那其實它 其實某程度上 是顛覆了一個遊戲的機制 而且就是 全都是你贏 而且早期少少的 就是好像 無論說 靈異陰陽錄那類型的 它會有Facebook的影子 就是說我可以打別人的 那你就要排一堆怪在那裡 等被人打 這些我覺得很奇怪 等被人打 有另一種好像 Cony那些 不是跟別人打的 不過你要跟別人小女 小女 小女 總之就是你不幸運 被人碰上去 然後那些人 就要拿她 不知道女兒也好 還是兒子也好 不重要的東西 就去打你了 所以差不多要隨便 對 然後跟著 打你 大家鬥能力 鬥能力 其實這件事很涉及課金 你有付錢 那就大能 就算你像強如 之前有一隻 香港也有很多人玩的 因為很懷舊的 足球小象 那隻排陣的足球遊戲 大概都是鬥課金而已 你要見到 小志強有十幾二萬十張 或者你不得你死 一星二星三星四星白金金 然後還有轉射 然後還有些什麼 其實我真的數不出 其實真的 他出了很多個版本小志強 但每個能力又不同 但很多時候 某一種 叫做 高級的卡片 就已經是 基本上 你不課金 你是基本上 沒有機會得到 或者可能是說 他給一個窮人的機會 就這樣 這個活動 大家打多少次 就看誰累積次數 最高的人 就贏 但其實就是 體力水是有得買的 大家都明白 這些都會有說 體力計 每個小時 或者幾多分鐘 才會回到一點體力 你每做一次行動 就會消耗一點體力 這樣的機制 但那張體力水 也是有得買的 而你這種 所謂的就是 其實就是 在遊戲設計上 它是破壞了 當然 有錢賺的 大家都會掩住 沒所謂 即是你說抗散AMA 其實現在也有的 即是現在的那些新系統 叫什麼騎士團 什麼騎士團 踵快地打 什麼大強敵 即是那類事情 就變成像阿雪凌剛才所說 我有課金的玩家 我那個能力 我各樣東西的水準 那些卡 各樣東西的齊備度 一定是比你一些無課金玩家 或是輕課金玩家是多的 變相你打起來的時候 那就叫什麼 就算是比較好 不只是算是比較好 完全是原始 這個是兩個世界 是真的原始 我屈你機 根本是他一張已經打死你整代了 那你會覺得怎麼打 有錢是大了 所以比較偏好 有些日系 有些就不是對戰類型 最新出CAC 出一個新的Mohun 負荷金版 不是跟人打 你是跟怪打 即是Mohun 也不會跟人打 即是沒有直接性的對比 就會比較好 公平一點 你要明白一件事 首先 所謂對戰的原則 為什麼要撞出來呢 因為始終是按照很多商業模式 遊戲的商業模式 如是 八二比 或者九一比 真正給錢的那班 其實是一成 或者兩成的Player 而你怎樣去突出 那班Player有多優秀呢 就是有下面那班人跟你配 你要知道 戰底那班人是非常重要的 他免費提供遊戲給你玩 你的任務是什麼呢 就是取悅上面那班人 令到他們覺得非常幼緣 是不是食物鏈最底層被剝塞的老公呢 或者這樣說 其實不可以說剝塞的 你玩得這個遊戲 其實當然啦 其實大部份都是的 這些遊戲幾乎都是有一種叫扭蛋機制之類的東西 這個扭蛋機制的東西 你當然可以問這個人品 問這個運氣 但無論你運氣好不好都好 可能你覺得運氣很差 那你就用錢去買這些東西回來 買完出來 可以有些什麼呢 就是你有你的成功感 其實好像剛才樹齡所說 可能一些十個玩家裏面 只有一兩個是課金而已 其他那些 他們是需要存在的 雖然他們沒有實際 好像對這個公司有任何的付出 他們不需要付錢 他們免費享用這個遊戲 但是對於一些課金玩家來說 正因為有他們在這裡 所以才有課金價值而已 因為他覺得多人玩 這遊戲受歡迎 他就想成為這個遊戲裏面比較高端的玩家 這個其實所謂都是榮耀的一種 袁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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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得那麼慘 當然 其實有馬說的那種 其實都是另一種模式 不過你說的那種模式 如果少了所謂的玩家互動 其實會比較難持久 因為始終就是說 沒錯 我給錢可以很輕鬆去打這件事 但是 遊戲始終未必會這麼用 即是這麼快去更新 可以說 我做完這件事了 遊戲沒有玩完 我要等你更新 才可以再做另一件事 或者其實說 模式始終也是一樣 我都是 將不將架拼在一起輸出去 然後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會覺得這個模式是很厭倦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你知道自己不停在付錢 每次都有一張新圖 有一張美女 其實我有時都經常跟我朋友說 其實呢 要是你買那本工量慢慢看 那應該會比較方便 早期都是創意有良心的 即是假扛尼的概念就是 你當阿炮姐是你女兒的老婆 然後可能要給錢買禮物送給她 這個都會有良心一點 不過他就將這些道具代表卡片 什麼武器合成 即是一樣的 我很難理解 剛才他說的例子 究竟為什麼有良心 但是假扛尼真的完全只有圖 是呀 只有一張圖 就按一下 按一下它 其實 老實說 從那個成本來說 我無論不說 你說你摩坑 即是你做一件武器出來 或者是一張新的怪或一件武器 無論這件事也好 你看一張MA 畫一張卡出來 讓你設定一個能力進去 PND 畫一隻新的怪出來 又是設定一個能力進去 那個成本都會低到 即是你學到成本最大就是畫圖 不是 你要有創意想那件事出來 你不要說那件事創造出來 你失了平衡 老實說 其實創意這件事 我覺得不可能說沒有 即是有很多一般玩家都想不到的東西 那些設計的人一定都會想不到 那當然你說 失不失平衡呢 這個很關鍵 即是就好像 剛才所說的 性MA這件事 即是平衡這件事 我已經完全不存在了 一張卡打一套 你說什麼 這個反而是後話 但無論 你就算沒有平衡都無所謂 現在好像你說高端玩家 可能說高端玩家是比較的 已經不是低端 低端那些車禍都是我一隻手指 一張卡就可以了 那它要比較什麼 就是高端玩家 即是大家鬥貨 看哪個火力夠多 那就誰就厲害了 還有一件事 其實很麻煩 就是譬如說出了一堆東西 總會有人達到一個頂點 我不需要遊戲裡面任何東西 那公司要怎樣賺錢 就會出批新的東西 那新的東西絕對是會打死舊的東西 那些卡那些 那要令到你再課金去抽那些東西 這個就是其實我說 剛才一開始所說 就是這個遊戲發展師裡面的 其中一個演化 就是你當課金遊戲的時候 就是你究竟你的更新是服務的10%玩家 還是服務下的90%玩家 當然人手是有限的 那你沒可能完全服務了 但它一直重複這個步驟 就變成課金不知道為了什麼 從來你理性分析這件事 課金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究竟為了什麼 你知道就是說 這個遊戲很簡單 一個好遊戲應該說 一個好遊戲很簡單 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用 遊戲裡面可以獲得的東西 去挑戰某一種的難關 你可以的 可能有人說 Feed 到剛剛好的 那一種就好遊戲了 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實力 去做到 它會有一些比較強力的武器 那可能叫做什麼呢 有一幫所謂的高端玩家 你一般遊戲的 你不屑用這些 超我用把刀仔 我不穿盔甲 我都搞定它 你咬我吃 總有一些人就說 我都打不贏 那你又沒理由 沒理由不為那幫人服務 不是每個人都是技術高手 不是每個人都用劍高手 所以會有這些前身意 它只是將這個模式 再加入給錢 這個模式裡面 那當然你說 要去到給錢 那當然越來越走火入魔 就是說 不給錢你會否贏不了 不過最無知的大坑 就是不停出一個新的 超越上一件事 不停不停不停地去 那這個是一個演化 這件事你都避免不了 剛才說的那種 我覺得會比較趨近於 現在很出名的P&D 就是Puzzle & Juergen Puzzle & Juergen 它是比較傾向於你的技術向 因為你需要轉珠 最主要轉珠 你各種寵物 你有它的技能 你需要用你自己的智慧 去轉珠之餘 也需要怎樣配對 而至於你說 剛才我們所說 好像野人姐所說 不斷推新的 出來讓那些人繼續課金 這個情況就比較像 擴散性MA 我覺得擴散性MA 現在是暫時 慢慢是幾窮 數值是不斷推高 BOSS是幾千萬 加個零 即加個零 那你再打下去 不是 以前最高是六星卡 現在抽到六星卡 完全不開心 沒有什麼感覺 你不要理 還有現在已經新出了七星了 我順帶一提 剛才在這個節目的期間 因為他抽到十張卡 兩張六星 不是 我不覺得開心 我完全沒有覺得憤怒 我覺得無感 你要明白這件事 就是這類型的遊戲 你可以這樣說 老殘一點 沒什麼所謂 總要 就算你說到擴散性MA那麼差 你咬我吃 我在日本的Apps榜裡面 我永遠都是排第二第三位 雖然我跟第一位那個人 十萬九千里的距離 距離就猶如什麼呢 就是當年這個 World of Warcraft 對著第二位的Warhammer 他減一個零 別人還是贏你的 即你咬我 但是沒有啊 我賺到錢了 這類型的心態是什麼 我不是要成為第一 我有錢賺 我是要賺錢 賺到錢就做 沒有錢賺就撿得去 老實說 鋼散性MA的新玩家不會多 即根本那條鹽規 是你新玩家加進去 你貨多少錢進去都追不到 現在其實改版之後 多了騎士團之後 反而是玩家流失了 是啊 但是好像算你所說 其實他要維持 就是現在維持課金的班 所以我真心覺得 他現在的遊戲是為課金的班 不是啊 他現在連課金的班都留不到 課金的班是出了系統之後 你應該這樣說 一隻遊戲 課金 就算他那個模式 多吸引 有女也好 有什麼也好 一個人始終都是會成 當你回顧自己 在遊戲裡面的生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唉 我當年為何要這樣做呢 你撞死啊 你沒有課過就沒事的 我這些很平淡 沒有淡清不淡清 你剛才說課金 就算你不課金那班的女生 你就會很唏噓地說 我為何要想那麼多時間下去呢 三個小時去廁所幹什麼 傻居 請教玩也有人 對不對 就是為何 為何我要每晚三點起床 晚上三點鐘起床 他不斷在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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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真是這麼辛苦 誰敢搞什麼 我試過告訴你 我試過是起床的 因為以前說MA好像大過三十個小時 每一班要起床 然後你就會想起床 我上班 都沒有那麼想事啊 真的 真的 還有 你不能不看一件事 就是課金遊戲 是會有折當的一天 起床 任何 任何遊戲都有折當 世界都有終結那一天 差距離在終結那一天前 你醒了還是未醒 但是最慘就是因為Sengar Sengar 意思是玩MGA這間公司 他日本再推出一些課金遊戲 他這間是很大的世界遊戲公司來的 但是他有些日本是做不住 是折當 沒有任何賠償給那些玩家 當然是 於是那些課金是付諸流水的 不是啦 這個其實呢 只能怪就是 大家玩遊戲的時候 都很記得一些所謂的網上申請 都有一大篇所謂的D稿的東西 但是他那篇D稿 我相信有十個人都不會看 會看那個是第十一個人 那那個人不知道在哪裏來的 別管 他是有清楚地寫明 所有的遊戲裏面的決定權 或者權益都是歸公司所有的 他不是歸你所有的 最後一定是一句 條款金鬼不用通知你的 沒錯 當然 Sega 的案子是說 他在他臨完之前 他還要把你一筆 然後跟著他才走路 他在那一刻才是智能 那一刻 當然有斟酌 但其實在條例上 他那一刻仍然在營運 我仍然在做生意 所以其實在法律理計上 他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一刻最 那不是運動 但那一刻最大仿然大誤 就是一件事 原來接了就可以一下 就沒有了 我一向都是說一句 歷史是沒有較意義的 經歷 即是那一班 吵得罪了 就是不斷付錢那一班 而那一班人 大部分都是不斷玩遊戲的那一班人 即是說 你不是第一天打遊戲的話 你不是覺得遊戲會陪到你天荒地老 你到你死那天可以撞下去燒給你玩 你那一班免費中新人畫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東西是中新的 即是 永遠 不是一個永遠存在的字眼 即是我覺得這類型玩家 你是未醒的 你是完全未醒 依然到 Segar出下一隻遊戲 我深信 十之八角他會說 他又是這樣的 然後他又是這樣的 就是玩家是傲嬌的 這件事是大家明白的 對呀 今天怎麼吃到你的市場 簡單來說 即是更甚的 你可以說 都出過一些例子 就是Idle Master 那類型的所謂的 惡意式的轉彈模式 另外一類的 我早說被人炒到爆了 雖然我都看過 這樣說 你開賭局 買大小 機率是一樣的 我買大買小 應該都是50%而已 那他如果當中 就是他在這個機制裡面 Idle Master 那個模式就是 他做手腳 轉過機率 對呀 做手腳 即是出錢 對呀 出錢 可以讓日本人檢查過 那條標準 就好像越課金越多 你記錄越低 就更威風 反而連課金的記錄 比高課金 他分了 沒有課金的輕度 中度和高度 不是 它是檢查你的頻率次數 即是你用過多少次 他檢查了一條數 就是你這班東西 你都給習慣的 是不是 給多10元 給多20元 對你來說 沒分別而已 因為他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出出錢 那樣的東西 即是你所說 一個賭場 一個賭局 你應該知道 機率是多少 你應該知道 你很清楚 那個機率 你賭出的東西 是拿了多少 或者你買卡 玩卡遊戲 爆盒那裡 那張卡 會出現機率多少 這些是列明手數 給你知 但其實機率 這件事 是在日本通過的法例 之前 都是 只是公司之願 即是suppose 這件事 怎麼爆出來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 大陸有個玩家 不知道是 hack了那個系統 接著就抽了幾千張 接著就 那幾千張 那個result 列了出來 才發覺 那種 罕有卡的機率 是很低的 那才爆了這件事 因為其實機率 本身是一個陷阱 因為就算說 50%的機率 這50%的機率 是全世界的50% 不是你單一的50%機率 你不幸運 你抽了十次 你只有一次中 不是你的50%機率 因為它50%機率 整體遊戲的系統 裡面 totally 約有五差值 你大概計算 上下10%左右 可能是 的50% 也有40% 應該沒理由這麼慘 這個世界 講運氣 講人品的東西 沒得講 一天不同意 不是100%都不會必中 加了9%你都打不中 你機戰都玩過 因為總之它犯了日本的法例 不當景品類 以及不當表示防止話 即是独特的景品表示話 即是就是日本 就算說 你在玩卡了遊戲 有講明 20%應該會有一張 Way 或20%可能有一張S 會講得很清楚 即是就算是轉彈 一盒裏面扭 10%的一個可能是稀有品 類似啦 但課金金他們也不同 100張 未必有一張 它是騙你的 日本那邊是犯法 そうですね 不,其實這個他走的法律就是剛才所說的 是總括機率 機率是說的總括機率,不是你個人機率 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個人機率 世界的機率是你全世界 我現在告訴你,走出街 踩招皮,跌死的機率是0.0001% 是全世界的,不是你踩招皮,跌死的機率是0.0001% 還有他事前有沒有說過,他沒有說過,他說我10張有一張是Rae 但他出來的機率不是這樣,他當然是欺詐 但如果他沒有說過,沒有關係的 他不是跟你說你試4000張,可能試4000萬張的時候就對了 你吹他不像的 所以當時法律完了之後,開始要加回Rae的%多少 他講明,最簡單,後來就是0.0001% 可以列明Rae的卡1.5倍,之後會清楚列明 這樣才叫做暫時頂著法 因為他這種其實是叫做堵失機率的漏洞 因為始終機率的解讀,無論官方是沒有錯的 因為全世界,就算是問一個數學家 他都是這樣回答你的 機率是沒有錯的 而他叫做什麼呢? 就是當我消費夠100元 我就會送你一個精美禮品月份 這樣的案件 你確保你一定會有精美禮品月份 其實是 機率你可能就說,都可能有賺的 我買100元,可能我張張都中的 我還有精美品月份,是不是算了? 你不會這麼想的 這個是中了那個人這麼想的 哇,這次很划算 但是下次如果他抽到50張 他又不是說你騙錢 這個是機率的計算問題 公司自己也控制不了的 其實是 當然你說他洩原灌水的可能就是說 他動手改機率的 這些就是他問題 這是另一個問題 很簡單的 就是你打裝的 你用打裝的方法 我找個假的玩家 我特意那下設計100%的機率 我最後整個統計數的話 我的遊戲裡面 有稀有卡的數目 抽出來的數目 那個機率比例 一定是一樣的 一樣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老實說 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打裝和找一些玩家 去跟一些高級玩家 都是打死他 一些是有時候公開發生的一件事 這個所謂的課金的系統 其實本身已經是說 它是一個博彩制度 我一直都想說 其實這個其實是一種賭博 跟你去過大學賭錢是沒有分別的 老實說你抽一個彈 當然通常你有目標 你不會說很無聊 我錢多了就去抽 我覺得沒所謂 你抽什麼都沒問題 但是問題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目標 你希望抽到某一隻東西的話 其實已經是一種賭博 我即使當你的機率很高 是五分一的 不中就不中的 就好像你去過大海 你買大小都是 小二分一機會少少而已 那也是一種賭博 所以其實為什麼很多人 其實現在我也知道 我認識一些朋友都是 開始課少少 有買的應該都可以負責一定數量的 我知道你不是很多 我已經省悟了背後試案了 賭完又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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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那個心態 很海無涯 我不知道 我沒什麼實感 我沒經歷過 但可能真的多多少少 還有一些就是 當你抽到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很開心 覺得自己好運 繼續追下去了 抽不到的時候 就不甘心了 又要追下去了 即是怎樣是抽到的 這個跟賭場一樣 真的賭博來的 因為過往 你說日本在這個模式之前 他出過一種 即是明碼實價 用錢買 總之呢 這隻100 這隻200 那就相成了 這隻300 即是叫做 明碼實價 我不會虧 即是我只付那麼多錢買 就付那麼多錢買 都不會突然之間貴了 或者便宜了 可能突然之間會 這樣東西不算 但至少 這個數目是 stable 這個數目 但在一個 遊戲進行的歷史裏面 都是告訴我們 這個賺錢的幅度 是有限的 當然啦 100元一定買了一件東西 不一 可能要500元 買了一件東西 現在是 你抽的 抽不中的 你有機會第一次就中了 因為賭徒心帶 就是剛才 夜行者的那件事 我可能第一次就中了 而且有很多人不懂計算 你懂不懂 他覺得二分一機會 即是我抽兩次 實在就更難了 即是他這樣 50% 我經常都說 這個不是錯誤解讀 紀律 大家要明白 真的不懂的 上維基 看看什麼叫紀律 即是有些人這樣想 100%我中了 我抽兩次 相信會有很多 沉淪在這個扭蛋毒海裡面的人 可能不會醒覺 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的錯誤 為什麼我會抽不到 其實這個真是盡情來的 尤其是你看回online game 我玩maple story 風之谷 那時候一開始是雙城的 到之後玩扭蛋機 但是那個扭蛋機其實又不同 你很突然有一個錯誤的理解 就是以為你這個扭蛋機 就是你平時玩開的扭蛋機 那其實不一樣的 那扭蛋機 那個扭蛋機是告訴你 即是列明實有這麼多樣的鑰匙扣 精品 你去扭一套回來 這樣就叫做的 但萬里總之 你那個扭蛋機 每一個不是均等機率之下 你會扭到那樣東西 那你是不是 跟你平時玩扭蛋機的想法 就是差很遠 那你一個不同的 還有我 講多一點點 有一些比較惡意的做法 這個 我曾經也做過 算了 你沒有人來的 你講吧 大家明白的 好像說 機率 你有1%機率中 這1%的機率 究竟那個Blaze是多大呢 是1億 10億 20億 30億 而你如果是這樣分的話 你的1%中獎機率 是低到沒有朋友的 因為你在100億隻蛋裡面 抽一隻蛋出來 其實跟你在10萬隻蛋 比1%抽一隻蛋出來 其實你一次可能沒問題 但如果你重複去抽 不停去抽 其實差距是越來越大的 這個domainstack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 沒錯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麼天真說 1% 機率永遠是一個最信不過的數字 可以等於我設定一個Data Base 說我10億的話 可能有1億隻蛋中 但最後1億才中 投了9億顆蛋全部都沒有 這樣就沒辦法 這個世界唯一可以相信的機率 只有一種東西 叫100% 你說Past Auto 東東嗎 或者0% 兩個 只有兩種而已 中間是不存在任務數字 就算說六合彩 你說機戰 永遠中了80% 你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result是甚麼 中 和不中 那其實就是0和100% 不要這麼說 我已經中三獎了 我已經中不完 我已經中不完 就是抽彈兩個字 中和不中 就是中到的就是適合 就是這樣說 不是呀 他寫出來說你中硬的 不知道中甚麼 幾球都有靠你 這球一入一不入 你是中柱呢 不是不入 中柱也不入 不是不入 中柱也有分入和不入 那就是入和不入 中柱不代半球 大哥 你沒有玩 不要0.5分呀 大哥 就是呀 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只能夠 就是擴敷你的龍門 或者收買那個龍門 把你的球撞進去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們下一節就正式說 這類人房間的遊戲 其實當中都出現了奇葩 當然是Pursor and Dragon 那我們下一節就集中說回這遊戲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